这一张图是我在别人贪婪时出产或做空 这个第一集里面给大家看的一张交易图 我建议在这里做空 那么我介绍一下我的交易系统 我的交易系统是七点止损 那么每一次亏损 亏损百分比是1%到2% 现在我们的交易我的亏损百分比是1.25% 有很多人看到我这样子七点止损 止损百分比在1.25的情况下 他只看餐位会发现我的餐位非常大 那么他就说你是中餐操作 朋友们习惯了清餐为完 他完全不知道 我这个所谓的中餐 在我被止损出产之后 我只亏损了我总账户的百分之1.25% 反过来当我盈利的时候 只要我赚到七点的话 那么我的账户就成长了百分之1.25% 如果赚到14点的话 那么我的账户就成长百分之2.5% 这就是我的资金管理系统 非常简单而且亏损很定 如果你只看餐位的话 你会觉得是中餐 然而结合亏损百分比 我每一次的亏损都是很定的 市场跑了一定时候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ping bar 我就在这个ping bar的地方出产 盈利大概是六点 账户成长将近百分之1 如果大家一直看我这三年来做的视频的话 大家会知道 我的交易策略就是ping bar入场 那么这里出现ping bar 同样也就是出产的信 后来市场再次出现一个ping bar 就一直上升了 到这里大家可能发现 我的交易系统非常简单 图表上什么也没有 那么是不是代表交易就简单了呢 我把交易简单化 主要是因为人的情绪太复杂 把交易简单了 才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情绪管理上